好 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么我们再说一点style style 那么这个style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来讲 这个 做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总想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如果我上面要有样式 怎么办 就是行内的样式怎么办 行内的样式原来是写的那什么上的 那么现在呢 它会有一点变化 但变化也不大 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是react 道姆点 render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给一个h4 正常的h4呢 颜色不会是红色 背景呢 也不会是其他的颜色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比如说这有一个a4个a 好 4个a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儿我会加一个style 这就是行内样式吗 大家没忘啊 行内样式的话呢 现在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直接写样式就算了 那是静态自不算 那么这个里面 如果我要想把这个东西搁进去的话 我就要怎么给样式啊 我在这个地方先要写一个script 对吗 这个里面是实际上来讲 这个style这个地方里面要放 首先要用一个对大括号 把它扩起来 这个大括号扩起来以后 里面才能是代码 然后里面的代码呢 它必须是个 是个json的对象 就是 它是这么个 人物 那你好 我把这个json对象再展开 这个json对象会写成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json对象会写成什么样子 这个json对象在里边 就是正常的写 比如颜色 我给一个color 那么这个呢 f00 ok 那么第二个呢 比如说我还有一些 就是说这个地方 其实来讲 我们在写css的时候 一个单词其实没关系 如果是多个单词的话 那个样式都是什么 都是穿汤葫芦格式的 对吧 比如background background color 正常background color 应该是这样 对吧 你要记住啊 为什么你去看啊 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这种命名 命名规则 命名规则在哪说的 上节课说的吧 对 在这说的 穿汤葫芦这种办法 只会出现在html和css里面 它绝对不会出现javascript里面 为什么 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减号这个东西 是不能出现在javascript的变量里面的 你去看 你所有的javascript的变量 也就是标识符 一个变量名字 它只能使用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数字或者下划线 并且 数字不能开头 对吧 大家回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那么你如果 这有一简号 因为你 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不能使用这个简号啊 因为简号是表达式里的 做简法的一个东西 我举个例子啊 如果你在这使用简号的话 比如说我有一个变量叫a 然后我有一个变量叫b 我又举了一个变量a 减号b 这三个变量名字 好 我现在来了一个 比如说 litec等于a减b 我问你这式子 它啥意思 是把a这数字 减去b这数字 给过去 还是把变量a减号b 给过去 你到这 你说不清楚了 这两种都对 对吗 我按这两种解释 它都没错 所以你会产生二理性 这么这只有一点 说穿堂葫芦 这种办法 其实来讲 是不能出现在代码里的 那么穿堂葫芦 如果不能出现在代码里的话 底下这有一个问题 你记得 现在这个Jason写的 它是一段代码 看见了吗 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是段代码 所以这个地方的 这个东西 不能以穿堂葫芦形式出现 所以它怎么办呢 它把穿堂葫芦 这个去掉 把它改写成 小托峰 改写成小托峰以后 在这 然后 警号bb 所以在那里面 它这么写 这么写以后 但是你现在给它这么写 然后等到它下去 变换成style的时候 它会给你换成 穿堂葫芦模式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是 react在里面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style要怎么写 style在这 一个大括号 里面是Jason对象 然后这个Jason对象 又要包一个大括号吧 这个Jason对象 包完大括号以后 里面是color f00 f00 逗号 然后是 background的color 你看吧 它直接给你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 讲号bbb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小伙子 对不对 咦 没错啊 container is not a DOM element DD行哪儿 没错 咦 等会让我看一眼 嗨 好 现在4V有背景 然后有自容的 就上去了 所以在我们写style的时候 要写成这样 看到了吗 所以这是几个 我们在使用GSX以后的 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已经说了 注释 速度的循环 条件渲染 style 当然中间我们还 插了这个 给大家讲 箭头栏数是怎么回事 OK